Hello,你好,我是Frank,今天咱们来到第44课,Through the forest 其实through这个词呢,老熟人了,咱们之前遇到过很多次了 今天呢,正好又遇到了,那咱们就再把它go through一遍 就什么意思呢,go through就是再过一遍 这词表示穿过的意思,你可以是look through something 就是透过什么或者通过什么来观看 比如说透过一个小洞,一个小眼来看外面的世界 或者透过这个窗户,那就是look through the window 穿过那道门就是go through that door 那如果直接穿过那道门的话,加一个straight go straight through that door 穿过一个田野,穿过大野地,这是咱们之前课文里出现过的 to cut through the fields 好,接下来呢,咱们来看课文 这一课呢,我跟你说啊,有将近一半的知识点 都在这第一句话上,那咱们就好好看看啊 这第一句话何得何能啊 Mrs. Anne Sterling did not think of the risk she was taking when she ran through a forest after two men 这句话咱们先不着急讲啊 我们遇到一个长句子的时候呢 首先第一反应要划分它的结构 不要被它牵着鼻子走啊 顺着读读读读读读,读到最后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先看看有没有我之前说过的这种地标性词汇 就像第二行这种when when she ran through 这里面有一个when出现的话就表明它是一个从句 也就是在这个句当中呢,它不做非常重要的成分 只是起一个补充说明的作用 就是告诉你什么时候这个事发生的 那接着这句话一开始就告诉你一个人 Mrs. Anne Sterling 后边又直接用了一个否定 did not 谁谁不怎么样 一般通常这个结构呢 这个开始出来这个人就是他的主语了 还是那句话啊 至于这个人叫什么不重要啊 斯大林啊 斯特林都行 那咱们今天这个还是翻译成斯特林吧 因为叫斯大林的话 给人感觉好像满嘴胡子拉叉这种感觉 知道啊 前面这个Mrs.还记得他跟Mr.跟Ms.的区别 是吧 这个Mrs.他在Mr.后面加了一个S 就表明他已经结婚了 就是岁数呢 已经相对来说不小了 所以说翻译成什么什么夫人啊 Mrs. 好接着看 did not think of the risk think of也是一个我们之前见过的词组啊 think表示想的意思 用脑袋做的事情 那么think of肯定跟想有关系 它表示考虑思考的意思 就是仔细的去想一想 比如说你有没有考虑过在这个镇上定居呢 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这里面完成时吗 所以说think要变成它的过去分词 Thought of settling down 这里面的settle down 我们之前学过 I heard that you settle down 这里面还记得那首歌吧 就表示安定下来 稳定下来 最后in this town 在这个镇上定居 那回到原文当中 这个斯特林 不是斯特林 斯特林夫人 没有考虑到的事情是什么呢 The risk 这个风险 这个词呢 值得一讲啊 一会儿咱们会在下一页好好的讲 那么在这页上呢 我希望咱们用一个宏观的视角来观察啊 你看这个risk后面 还有东西 叫she was taking 这是连在一起的啊 如果你划分小一群的话 划分这个句子的组成部分的话 那么这个the risk she was taking 人家这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小模块 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表达啊 去冒险 take the risk 如果再加一些东西的话 那去冒着什么的威胁 take the risk of doing something 好 所以到这儿 这上半句话呢 就是说斯特林没考虑到风险 接着继续玩三要素啊 时间地点人物 现在关于人物 时间在什么时候呢 when 这就出来了啊 when she ran through a forest 地点也出来了 在一个森林的时候 after two men 这里面的run after 这是圆形啊 它就表示追赶的意思 比如说我在回家路上 看到一只狗在追一个猫 on my way home I saw a dog running after a cat 那么在课文当中呢 这个run after中间 还可以塞东西进来 就是穿过什么地方去追赶 比如说这水里有一只海豹啊 我就要逮他 我游了200英里 穿过了一片海域 也可以把这东西夹进来 然后run after the seal 好 接下来呢 咱们就详细说一下risk这个词 首先做名词 就是风险的意思 危险 比如说买足彩 就是足球彩票啊 有输钱的风险吗 is there much risk of losing money in doing football pools 这个pool呢 我们都认上 表示池子 池塘 只要我们说这个swimming pool 游泳池 那同时这个词呢 还可以表示这种公用的资金 或者是公用的资源 还有这种彩票 都是pool 这感觉就是 大家把所有钱都拿出来 放到一个大池子里面 然后最后看谁运气好 这钱就都归你了 好 接着再来一个句子啊 咱们再用一用这个risk John 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救了我 John saved me at the risk of his own life 好 接着来说risk的第二种用法 就是做动词的时候 表示冒着什么的风险 或者是谁遭受什么风险 比如说我们最好呢 还是坐出租车 我们不能冒着 误飞机的风险 we better take a taxi we can't risk 可以直接用 看到没有 we can't risk missing the plane 好 再来一句 John冒着生命危险救我 还是上面那句话 只不过我们把这个risk 直接做动词用 John risked his own life to save me 好 接着咱们说第二句里 when she ran through a forest after two men run后面加上一个小品词 什么小品词呢 就像after或者是away off这样的词 叫小品词 那么他们搭配出来的这个词组 就可以表示追赶 或者是逃跑的意思 比如说课文当中 ran through the forest after two men ran after 就可以表示追赶 再来一句感受一下 他把他所有钱都拐跑了 就是拐着他的所有钱逃跑了 she has run off with all his money 最后再来一个 run away的情况 他们扔下包 跑掉了 the man dropped the bag and ran away 好 接着咱们再看看 斯大林 他穿过的是什么地方呢 一片苞米地 他不是 他是什么呢 a forest 其实forest不是什么生词 比如说森林的意思 提到这个词 我总能想起一句台词 就是I'm gone forest gone 就是阿甘正传 这当年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这部电影 在美国电影史上 也应该是绝对能排得进前五 所以说学英语 应该是个多维度的 不要仅限于一些书本的材料 像这些影视剧 歌曲 包括一些周边的小八卦什么的 这都是这些所谓的英语牛人 一定会涉及到的东西 好 咱们来说一说这个forest 当你想说这是一片原始森林的时候 怎么办呢 virgin forest virgin这个词 大家不要对它有太多的误会 很多人提的这个词 就不好意思了 羞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它是表示处女的意思 但这个词的形容词 还有未经加工过的 没有被开采过的 所以说原始森林 就意思咱们人类 还没去破坏呢 virgin forest is a forest in its natural state 就是在它的原始状态之下 最初的自然状态之下 before it has been explored by man 这个explore 这个词咱们上节课刚学过 表示开采开发的意思 还没有被人类所开发 这叫virgin forest 那我们经常还说的另外一个词 叫什么呢 热带雨林 叫rain forest 其实这个词翻译得很直白了 rain表示下雨的意思 就是这一地儿经常下雨 a rain forest is a thick forest thick这个词我们知道表示厚的 就是形容一个书很厚 你可以说thick book 它的反语词薄的话就是thin 那么在forest前面加一个thick 你怎么翻译更好呢 我们翻译成茂密的一个茂密的丛林森林 thick forest with tall trees 有非常高大的树木 in tropical parts of the world tropical什么意思呢 表示热带的 这词其实离我们很近 就是在这种饮料上 热带水果味 你先为买一个仔细看一下 就是这个词 in tropical parts of the world 在这个世界的热带的地区 that have a lot of rain 肯定要有很多的雨 它叫雨林 好 接着看第二句话 they had rushed to her 这里面的they和her分别是谁呢 那her肯定是斯大林呢 那前面的they呢 就是上面说到的两个人 they had rushed 这个词表示冲过去 向谁静止地冲过去 我们用一个词叫up to 在下一页的片段会讲这个词 好 rushed up to her while she was having a picnic 当她在有一个picknick的时候 picknick这个词呢 我记得我是在初中的时候就学了 表示野餐的意思 when people have a picnic they eat meal outdoors 就是在户外去吃这个餐 usually in a park or a forest 通常是在公园里 或者是在这个森林里 or at a beach 在海边 picknick这个词有两种用法 第一种野餐 have a picnic 第二种用法呢 去野餐就是go on a picnic 我们看一个下面的小对话啊 你就知道这个怎么可以用被用到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口语里了 好 emmy说we are going on a picnic tomorrow 这是第二种用法了 go on a picnic 我们明天去野餐 然后kevin说 where are we going to have a picnic 这是第一种用法 然后em接着说了 we will picnic by the lake 这里面你看picknick它直接可以用作动词 好 最后一句 it is a perfect picnic site 或者这个site 这个地方也可以被place来替换 好 现在说回到刚才没细讲那个词啊 就是up to 这表示什么呢 一直到什么 比如说这孩子看上他妈了 一直跑向他妈 非常高兴啊 the child ran up to his mother when he saw her 这是表示地理上的啊 就是地点上的一直跑到哪儿 那么接下来呢 还可以表示时间上的 比如说他一直工作到晚上 9点 he worked up to 9 o'clock in the evening 好了 那么现在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咱们说完了 they had rushed up to her while she was having a picnic 接下来 at the edge of a forest 这里面有个非常好的词叫edge 一会儿咱们会详细地展开一下啊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词组 叫at the edge of 注意这里面的the呢 要读成the 因为edge edge 它是以一个原因的因素开头 at the edge of 就表示在什么的边上 比如说这个公园 位于这个小镇的旁边 the park lies at the edge of the town 好 接下来咱们详细说说这个词啊 其实我特别爱这个词 就是edge 因为它有个非常好的用法 是我经常 因为我喜欢读这个经济学生的文章嘛 然后它里面就经常喜欢用这个edge这个词啊 一会儿告诉你这个什么意思 好 首先它最原始最核心的含义呢 就表示边缘的意思 比如说小到一个桌子边上 大到一个城市的边缘 你可以是at the edge of 也可以是on the edge of 来看三个例子啊 迅速你就知道这个词 作为边缘的时候该怎么用了 来 Andy has a small house on the edge of the city 或者是at the edge of the city 就是他有一个房子在哪呢 在这个城市边上 就是没整到市中心 没整到学习房 好 接下来第二句 He loves living at the edge of a forest 他喜欢生活在森林的边缘 因为住在森林里边啊 肯定这个买菜啥的不方便啊 所以说往边上住 他又喜欢这个大自然环境 好 第三句 He loves sitting on the edge of the lake at work 在下班之后呢 他喜欢坐在湖边 好 接下来说edge的第二层含义 就是到这儿的意思 其实跟边缘非常接近了 那刀的这个边不就是刀刃吗 对吧 好 刚用在刀刃上啊 a knife或者是一个sword 一个剑啊 sword这个词读音一定要注意 看着它呢 很多人想当然读成sword 这个w 这个所谓w是不发音的啊 sword a sword with a sharp edge 一个剑 或者一把刀有锋利的边 有锋利的刃 那么接着第三层含义 就是我最喜欢的含义了 那表示优势的意思 其实你想想啊 这个刀的刃 它有没有优势啊 那砍东西的话 肯定要拿有优势的一边来砍吧 剁肉的时候 对吧 可能拿刀刃这一边 那么当优势 这个意思讲的时候 这个词就等于advantage 也是优势的意思 这个词非常好用啊 经常怎么写呢 叫have the edge of something 有一个什么样的优势 好 我们再来一句比较正规的话啊 fluent english will give you the edge 就是有一个非常流利的英语 将会给到你一个优势 the edge over your competitors 跟谁比呢 跟你这些competitor compete表示竞争 competitor就是表示跟你竞争的人 你的竞争者 比他没有优势 during the job interview 在一个面试当中 你会更有优势 好 最后再看三个词啊 这也是在经济学生的报道当中 非常喜欢用的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technology是科技的意思 那么前面这个cutting edge 就是最前沿的 最尖端的 就是在刀刃上的这种感觉啊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非常的常用 就是尖端科技 然后cutting edge research 这个词重音注意 在美音的名词当中读作research 它的重音在最开始啊 research 好 接着cutting edge design 一个最前沿的设计 好 接着in the struggle struggle这个词呢 表示斗争的意思 比如说power struggle 就是权力斗争 struggle非常挣扎的这种感觉 那这个struggle 是在谁和谁之间呢 肯定是那俩男的 跟这个斯大林之间的啊 好 怎么样了 the strap broke 这手提包的袋断了 一提到这个strap这个词呢 我就想起来 雷军那首歌的啊 就是are you ok 那首歌啊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 那次发布会的完整版啊 那个发布会在印度开的 然后他除了这个are you ok 之外呢 他还说了几句别的 其中就有这个词 就是我要give you everyone 但是模仿一下雷总啊 strap 然后他说完这个strap 突然一声strap之后 这底下一片安静啊 估计印度人也没听懂 这个雷军的英语 他想说的就是这个strap这个词 这个词表示什么呢 袋 手环 手袋 他想说的就是 我给你们现场每个人送一个小米手环 但底下的印度人听的呢 一头雾水啊 就没识别出来这个词 strap 这个词咱们简单的造一个小句子啊 就用一下 比如说这个表袋 是钢表袋 还是皮表袋啊 这个表袋是真皮的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a watch with a leather strap 好 接着回到课文啊 in the struggle 在这个争抢当中呢 因为包被人拿走了 肯定不能就说 你拿走吧 那不行啊 肯定得进行一个撕扯啊 要抢回来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the strap broke 很简洁的一个描述啊 这个手提包的袋断了 end with the bag in their position 好 最后这个词叫possession 注意它的发音不是possession 而是一个z的发音啊 possession 包括它的动词 拥有这个词叫possess 都是z的发音 好 possession 这个词 首先它表示拥有 或者是持有的意思 你可以拥有一个property 一些财产 或者是money 钱 if you are in possession of something you have it or on it 你in possession of 就是你有它 你拥有了它 because it belongs to you 因为这东西它归你了 来看几个例子 来体会一下这个position 是什么感觉啊 the king was in possession of a large castle 这国王 他拥有一个非常大的城堡 这句话等于什么呢 the king possessed or owned a large castle 或者这句话 你还可以怎么说呢 a large castle was in the king's position 把它一个顺序给调换一下 也可以等于什么呢 the large castle belonged to the king 好 上面几个例子 说的是possession 表示拥有的意思的时候 in possession of 一个词组 那么接下来呢 possession还表示财产 这个时候通常用复数 我们来看个例子 unfortunately 不幸的是 John lost his home and all his possessions in a big fire 在一场大火当中 John失去了他的房子 和他的财产 possessions 这样讲到这儿呢 快速地提醒一下你 水火无情 现在在这些短视频平台 你可以经常看到 这些着火的视频 非常的惨痛 所以建议大家 这个灭火器 家里一定要备上几只 其实这是一个常识 但是据我所知 很多人家里没有灭火器 其实对付这种小火苗的时候 灭火器很简单就搞定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灭火器的话 这个问题就非常难办了 所以说灭火器 防火毯 包括呼吸面罩 其实这些东西 根本没有多少钱 而且比较好买 现在 然后如果住在高层的话 最好准备逃生绳索 固定在窗户边上 好 接着我们回到课问当中 这不正在struggle吗 正在抢呢 对吧 包袋断了 然后被两个贼拿走了 接着怎么呢 拿到之后肯定要跑啊 Bothman 这两个人 Started running through the trees Thru 刚才也说过了 最开始在标题的时候 就提到了 表示穿过的意思 把腿跑进到树林里 这时候的斯大林 能惯着他们吗 马上把腿就追了过去 Mrs. Sterling Got so angry That she ran after them 又出现了一个run after 表示追赶的意思 前面这个蓝字的部分 叫 So angry that 我们之前也学过 其实 So that的剧情 就是 如此以至于 如此生气 以至于 拔腿就追 像这样的用法 一会儿课文的后边 还有一句话 The man got such a fright that they dropped the bag and ran away 这个男的吓坏了 如此害怕 以至于把包扔了 好 接下来看这个故事怎么发展 我这个斯大林 到底追不追上呢 She was suing out of breath 完了 就没劲了 这个中年妇女的战斗力 比较一般 跑两步没气了 out of breath 这个breath表示呼吸的意思 它的动词叫breath 注意他俩的读音区别 而且做动词的时候 要在这个词后面 th到后面加上一个字母e breath 名词的时候是breath 像这个词组 out of breath 是经常能看到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呼吸之外 呼吸都呼吸不上来了 喘不上气来了 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 来看一句话 Tom 他妈告诉他 你给我买盆盐回来 买不回来 你中午饭别止了 然后Tom 为了给他妈买盐 ran to the shop to get some salt salt 就是盐 this for his mother when he reached there 他到了商店之后 he was quite out of breath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容 一个人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 out of breath 接着咱们这斯大林 他虽然已经out of breath了 但是 but she continued to run 他还继续跑 继续追 其实你看 抢包这种事 几十年前就有了 只不过现在 交通工具 稍微发达点了 现在赶上骑摩托车抢了 之前就是 拔腿就跑 拿了包之后 拔腿就跑 你这遇上跑得快的 你不就被人逮住了吗 你说当时 有没有人骑着马抢 不过我觉得 能买得起马的呀 他也不会去抢包了 好接着我们再看 他到底追没追上 这个小情节 还长得挺扣人心弦的 when she caught up with them 这里面的 caught 就是catch的过去式 catch up表示追上谁 你可以是抓小偷的时候 或者是比赛跑圈的时候 追上谁 也可以是比如说什么呢 一个班级里 考试 我的笔学杆帮抄 我要追上你 我要考第一 都可以用catch up这个词 然后后面注意 再加上一个with 追上谁 就是用一个with catch up with somebody 当咱们的斯大林 追上这两个人的时候 she saw that they had sat down 这俩人没想到 斯大林体力这么好 以为甩开了 找地方做开始翻包了 they had sat down and were going through the content of the bag content这个词 表示内容的意思 或者表示东西 就是这个包里的内容 就是包里的一些小零件 小东西 这个词很好 一会咱们下一页的时候 仔细讲 那么这页咱们讲什么词 就是它前面这个叫going through go through 就表示翻看的意思 就等于我把你这包拿过来 我从头到尾翻个底烧天 就是go through 这样的感觉 仔细的搜查 或者在什么当中搜寻 它翻遍了包 就是找不到要 把什么都翻 都是翻遍了 把这个包翻遍了 都是这个词 she went through her bag but she couldn't find her key 好 接下来说一说content这个词 如果你平常上读一些英语东西的话 这个词太常见了 每本书都有content 什么东西呢 目录 包括在很多场合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词 这个词主要的意思就是内容 一本书有什么内容 或者这个包里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内容 所容纳的东西 这个词是可以加s的 是可以加负数的 那么这个词 我先从所谓的词源学的角度 给你介绍一下 CUN的前缀 这表示什么呢 把东西给弄到一起 聚在一起 这叫can 然后后面的ten ten表示hold 就是保持持有 后面加一个ts 没有什么实际的意思 它的组合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the things that are held together 就是这些东西被聚合在一块了 这就是所容纳的东西 通过上面的讲解 你也听出来了 很牵强 很牵强 为什么呢 我不是很提倡用这种词跟词类来记 因为我如果再去记什么ten表示hold 我还不如直接把content这个词 给他直接记下来呢 而且从词源学去解释呢 也很牵强 你可以发现这些讲词跟词锐的人啊 这很多词都是硬往上联系 比如说这个ten 咱们刚才说了 不是hold的意思吗 对吧 就是表示聚在一起啊 持有的意思 那我说这个content 我说它是聚会行不行啊 聚会就是把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 对吧 所以说呢 不要去太迷信这个词跟词锐的方法 不要认为 把这套方法整会了 你就可以记两万个单词 不可能的 那就是纯属是白日做梦啊 太贪心了 其实content这个词呢 也不用太记啊 因为你总能见着它 打开书 这个甚至很多中文的书啊 底下目录底下都写着一行小英文 叫content 就是表示目录的意思 其实所谓目录呢 也就是说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 给你呈现一下 所以它也表示内容的意思 好 现在咱们拿content来造句子啊 他仔细地检查了我这个包里的东西 He carefully examined the contents of my suitcase I still couldn't find my passport 我的护照找不着了 Though I carefully went through the contents of my backpack 你看这句话顺便也把刚才那个go through 给你又重新提了一句啊 就是我翻遍了我的兜 我的backpack 就是我的背包 我背包里的所有东西 went through the contents of my backpack 好 接着来说content 它的第二种用法 其实上面那种用法呢 表示所容纳的东西 内容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复述 那么在表示这种书 或者是信的内容 或者是电视节目的时候呢 我们单复述都可以 你可以说 I like the content of a book 或者是 I like the contents of a book 这个网站的内容 对我来说非常有用 The content of the website is very useful to me 好 最后 这个词呢 不知道你还听不听过这个读法 叫content 没问题 这是什么呢 它变成了形容词 意思也发生了变化 表示非常满意的 或者非常愿意的 比如说对这个事非常满意 to be content with something 愿意去做什么事 就是to be content to do something 好 接着最后一句 The man got such a fright that they dropped the bag and ran away 这话看着是不是有点耳熟 因为咱们最开始讲 so that的手 就这一刻 前面讲so that的时候 提了这句话 这里面的such that 跟so that是一样的造型 都是表示如此 怎么怎么样 以至于怎么怎么样 我们看如此怎么样 the man got such a fright fright这个词表示惊吓的意思 一般说受到惊吓 就是to take fright 或者是get a fright 像咱们科文也用的是get a fright the man got such a fright 受到了一个如此惊吓 以至于怎么样 把包都扔了 they dropped the bag and ran away 万万没想到 这妇女怎么追上来了 这体力真好 这不愧是斯大林 然后斯大林把包抢回来了 然后看了看 检查检查 说一句话 the strap needs mending said Mrs. Sterling later非常淡定 就说这包袋需要修理一下 根本就没理会两个毛贼 the strap刚才说了 这表示什么东西的袋 needs mending 这个mend表示修理的意思 提到修理 我们快速能反映中哪几个词 repair 这是非常常用的 还有个词 fix 我们前几节课刚刚刚讲过 当时我还提到 蒙特家庭的美剧 然后fill 每一集都要抄抄 要修楼梯 那么这三个词有什么区别 在很多时候 它们是可以通用的 但是有一些具体的细分领域 用某些词可能是更好 咱们先来看repair repair这个词 比较偏重于维修 特别是一种机械类的东西 修一个车 不管是汽车 还是自行车 或者一个收音机坏了 也可以repair 来看这句话 so we can repair a bicycle when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its wheel 这自行车如果轮子坏了的话 咱们就需要repair a bicycle 或者是or repair a television when its speaker doesn't work 当这个电视的扬声器 这喇叭坏了 咱们就可以repair the television 接下来这个fix 当然电视坏了 它也可以是fix来修 包括楼梯都可以用这个词来修 比如说我的手机坏了 你可以说 do you know anyone who can fix my phone 你知不知道有谁 能够把我的手机给修好 可以这么用 同时fix还有更高级的用法 就是我fix一段relationship 就是两个人的关系 we also use fix to talk about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ople 两个人的关系 感情需要修复一下 比如说 my friend is really angry with me so I need to fix this 我需要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一下 关系给他修复一下 好最后一个说到man的这个词 它也可以是修这种watch 这种car 也可以是用它 for example I mandate a toy car for the boy and a doll for the girl 同时它更侧重的方向是什么 就是这种缝缝补补 这种修 比如说咱们cory这个包 手里带坏了 可能需要缝一下 补一下 接一下 这种感觉的 所以we may also mend clothes and socks 像这种衣服缝缝补补补 还有这个袜子打个补丁 都可以用这个mend 好了 接下来进入了咱们的语法部分 这节课咱们来复习动名词 其实在20课的时候 咱们就学了动名词的形式和它的作用 它可以干什么呢 它可以代替名词 做句子的主语 宾语 还有借词的宾语 我们先回忆一下 它做主语的时候 比如说擦车这个事 让我感觉很累 washing the car made me tired 这是典型的主卫宾结构 主语是washing the car 卫语动词是made 让谁怎么样 然后宾语是me 然后后面还有个小零碎 叫tired 非常累 这叫宾语补足语 宾语是谁呢 me 那他就是来补充说明 me怎么样了 他很累 好 接下来动名词还可以做宾语 主卫宾 I enjoy reading 放在最后面 第三种情况 他可以做借词宾语 比如说他离开办公室之前 给了一本书 before leaving the office 这里面的before 在什么之前 这就是借词 那他的宾语就是leaving 这就叫借词的宾语 before leaving the office he gave me a book 好 接着动名词还可以用在动词加借词之后 具体什么意思 看这个例子就知道了 we are looking forward 这就是动词look加上借词forward 其实在我们的理解里 这叫什么固定搭配 对吧 我们期望着什么 这是期望对应的就是look forward to 我们之前是这么学的 其实他的更底层逻辑 就是一个动词搭配上一个小借词 可以实现出另外一个更高难动词的含义 因为look本来表示看 对吧 forward表示看的方向是向前看 所以说他就表示出期盼 就得到了一个expect 这样一个稍微比较高级一点动词的含义 所以在他的后面要加上动名词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his coming 那么接下来在start 包括begin 还有这种continue的词到后面 你是可以加动名词 也可以加不定式 它的区别是不大的 一会儿咱们还要举例子 什么时候区别大 咱们先说区别不大的时候 比如说我两年前开始学英语 I began to learn English two years ago 这句话跟I began learning English two years ago 是一样的意思 但是在什么情况下 这个to do跟doing不一样呢 像这种love或者是like prefer的后面 如果说I prefer watching TV 那我这个描述就是一个一般性的行为 就告诉你 我挺喜欢看电视的 那如果我说I prefer to watch TV 那可能是之前你问我了 你是想看电视 还是想去外面打球 那我说I prefer to watch TV 所以这个时候加上代兔的不定式 就表示我正准备做什么事 或者是建议做什么事 好接下来再来一种情况 在这样的词后面 need包括want的后面 后面这个动名词的形式 它就具有被动的含义了 就相当于这东西该被怎么样了 比如说the windows need cleaning 这个窗子该被擦了 当然我们说话的时候不会说被擦 就是窗子该擦了 这句话同样你也可以说成 the windows need to be cleaned 好再来一句 他的衬衫该洗了 his shirt needs washing OK这是咱们的第44课 讲了一个斯大林保卫战的故事 勇斗歹毒保卫了个人财产免于丢失 OK这节课咱们就讲到这了 我是Frank感谢你听完 咱们下节课再见